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朋友 朋友来借钱到底该不该帮忙 别急着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嵌套了一个前置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朋友 有人说朋友就是利益交换 你没有可利用的价值就没有朋友 其实靠利益交换来维系的人只能叫做伙伴 有句话叫做无钱莫入重 言轻莫劝人 待到成功以后把酒化出心 意思就是只要你成功了 身边自然会有很多的朋友 成功者身边确实会聚集很多的人 但这些人大多只是伙伴 他们的动机无非是趋利的 也就是说你就是他们的功利性社交 向上社交 这种社交的本质都不是在交朋友 而是在找合作伙伴 人性永远是自私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 如果仅仅是利益就注定会产生分歧 无法长久 事实上你越成功 你的伙伴确实会越多 但朋友反而会越来越少 因为成功一定是建立在认知提升的基础上 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 你会无可避免的失去那些原地踏步的朋友 所以当你发现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想法无人可说的时候 别怀疑你在进步 你的思维认知度越高 能跟你共鸣的人自然就会越少 强者不是爱独行 而是知音难迷 只能独行 有人说朋友就是情感的慰藉 只有一起经历过很多事 才能算朋友 其实靠情感慰藉来维系的人 只能叫固交 人体的细胞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换 所以说严格来说 曾经那个跟你深夜对酒当歌的人 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鲁迅的顾湘有一段话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顾交 我小时候跟润土亲密无间 过了几十年再见的时候 我仍然爱着这个心中的美好的少年 亲切的说道 润土哥 你来了 他就动了动嘴唇 没有作声 然后态度终于恭敬起来 叫了声 老爷 小时候出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直到前一阵再次看到 才被文中那种巨大的悲凉感所震撼 一般的同学聚会 有能力的人不想去 没能力的人不敢去 最后只能聚起来一堆 说话毫无营养 除了叙旧就是炫耀的人 其实不论是学生时代的同学 还是初入社会的同事 你们只是恰巧在某一个时空节点 发生过交集 被动的产生了交流 而朋友一定是需要自己去主动的挑选的 小孩子都会长高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长大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小时候的打打闹闹也很美好 只是因为当时特别喜欢的玩具 对现在的你来说不重要了 但小时候抢你玩具的人 往往就变成现在抢你的客户 占你的车位 向你借钱不还的人 真正的友情比爱情还要稀缺 它既不是利益交换 也不是情感的慰藉 而是思想的共鸣 亲情有血缘来维系 爱情有婚姻来兜底 所以你会真心希望自己的亲人越来越好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越来越好 但唯独不会希望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 因为人重振自己的方法只有两种 一种是看着比自己卑微的东西 聊以自慰 一种是看着比自己伟大的东西 然后狠狠地提醒自己 大多数人都热衷于第一种 面对第二种 他们先是找各种理由拒绝相信 到了实在无法欺骗自己的时候 就会把头埋进土里装死 他们永远只愿意在比自己卑微的东西里 寻找优越感 舍不得提醒自己 这种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思想高度同频 并且真心地希望对方越来越好 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联系 不会刻意维系 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两个人可能隔着山和大海 但几年之后 再见面时丝毫不会陌生和尴尬 感觉就像饭吃了一半 他去了趟洗手间 微笑着回来 这就是海内存自己 天涯若比林 你觉得呢 欢迎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